好 大家好 來到宏觀科技hashtag的時間 那我如果大家有看星期四的節目呢 我做節目的時候就在上機 那我趕頭趕命 那我沒辦法因為 Dead He's out has 那個問題 那現在就到步到伊斯坦堡 或者君士坦丁堡 那我就去到他們的Duty Free Shop 那我就留意到 因為我心想Turkish那個 如果沒有記錯 李拉的話對多少呢 原來他大部分的Duty Free Shop 都是用EUR 那所以沒什麼好處 如果李拉跌到混蛋的話 那你都是要 要是給回EUR 那因為始終可能掛機場 計算EUR就會比較好些 那整個 君士坦丁堡的機場 就真的很大 那都幾摩登的 因為 我由譬如D個閘口 由 新加坡 搭土耳其航空過來 那剛剛現在是早上 大約是 六點半的時間 那所以你看到 即是日口都出來了 那天氣都很好 那譬如我在D閘口出來 那我想去EUR 那班機就是A閘口 哇 走到我 即是他好像中間是 應該是沒有列車的供應 那所以如果你下次如果真是 在EUR 在EUR 裡面去轉機的話呢 你真的留意回時間 因為 萬一你本身那班機 那我就沒有機會去 進去 即是Downtown 軍事坦丁堡去 本身就有些朋友 就約了一個旅程上去 就剛剛撞了這段時間 那就沒有辦法 那就應該 好啊 我會進到後機室 跟著就去說兩句 那就多謝大家支持 好 大家好 那我剛剛做 即是另一個安檢 那就進到去這邊禁區那裡 那很多時候 那機場都有兩個設計 即一個就是 本身你進來的時候 那就要交個Passport出來 給個移民局去看 第二個就是 就是要是他就沒有安檢 就是 他免得失死在外面那裡 那但是去到集口的時候 因為每個國家可能 那個安檢的要求都有點不同 最嚴謹當然是美國啊 那些地方 那意識其實都幾遠 那他很多時候都是會用一個 以我所知 如果就是網友知道 大家理你 聰明一點 那多數都會用一個試劑去檢驗一些 那他就會拿一塊試紙 那主要就是拿你的電腦 或者一些 金屬類的產品 為主 或者周圍搜尋 去 那就檢驗一下 有沒有一些爆炸品的痕跡 那因為就是爆炸品 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 Nitre等等等等 可能是 有些ammonia 的成分等等等等 那那些就容易 比較handy 一點的一個爆炸品 那他就會數兩數 接著放回一部機 如果有這些 正常是沒有什麼這些離子的 但如果有很大量這些離子的成分 那是一個方法去檢查你有沒有炸彈 那但是我這樣看這裏就是 其實都 他寫就寫 Final Call 那但是你看到還是 很多人在外面等著 我相信是 就是有一班機 是剛剛到 那所以就 就來到 那所以就 真正的 多了很多人 那但是我都 下了機之後 精神OK 那我就睡了 整整整整睡了 整整整整個 那但是一到來 查幾個Whats app 跟著給幾個email 就馬上和大家去做節目 em 土耳其呢 或者就是之前的 東流 羅馬帝國 或者是鄂圖文帝國 都是在這個地方 就作為一個 根據點 即是現在是伊士坦堂 以前是軍事坦丁堂 那本身呢 我見到這個機場其實都幾雲圍 都幾大 那但是有少少可惜呢 因為其實十年前 或者奧爾多安 即是發瘋之前 其實那個土耳其的角色都幾重要 就是在歐洲和亞洲中間的一個盒 其實他都有少少是想脫牙入歐的位置 這樣的狀態 因為舉例 譬如他其實 可能歐聯這決賽就有參加等等性 那所以其實他的角色都是偏歐洲多些 那但是我問回一些西歐人士 尤其是德國的朋友仔 那我說 喂 土耳其應不應該入歐盟啊 因為其實一直很共同 入不入歐盟 那但是一直呢 即是 我的即是 比較 怎麼說 民族主義比較強一點的德國朋友的話 那他們一直都禁止 即是覺得說 土耳其哪算是歐洲啊 大佬 在那個壞年 那所以都理解 那他們對於這個 即是都幾大個 concern 但一直它本身的 就是歐洲的位置呢 都是歐洲和亞洲的中間 那一直都做這個角色都算是OK的 那但是近這十年 歐多安就有一些政變啊 又發一些瘋啊 最近這一兩年 即是貨幣又暴跌啊 又換自己親信的財政部長 或者什麼央行的行長 那所以導致經濟呢 一被這些這樣的政治搞的話呢 大家都知道 即是 亞洲某強國都是這樣做 一做這些東西呢 那經濟就開始扑街了 一貨幣不穩陣的話呢 那經濟很難去develop 那所以沒辦法了 但是看在這裏第一次來 這個土耳其的 伊斯坦布的國際機場都算是 真的幾多人 我想都是歐洲的 尤其你要去中東等等地方呢 或者小一點的國家的話呢 這個盒都是幾好 那之前也有說過 即是在以色列 因為它身邊的敵人其實都幾多 那所以可以選擇航班呢 即是 杜拜都叫做飛得到 但是呢 它在機場 轉機的時間就相對 相對來說是長一點的 那所以土耳其呢 已經是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那所以就在這裏 選擇就轉機 那個原因就是這樣 那這一節就應該我會在 即是星期二晚裡面去播放的 那就應該 半節就是講一些 即是在土耳其或者是 可能到了以色列都會拍些片 或者在下星期播 那但是下半節呢 就可能會講多些crypto的東西 因為剛剛星期四 即是播crypto的 講crypto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剛剛已經是去到機場那裏 都沒有什麼可以說 那整個土耳其 那個位置是比較重要一些 但是都要看回去之後那個 再繼續是怎樣去走的 我自己覺得就 本身這樣plan希望是作為歐亞的角色 就應該會不斷地被人取代 或者是中東的地方其實都很aggressive 雖然來說它很多錢 但譬如 阿聯酋那個國王剛剛是小小了的 那其實UAE裡面或者杜拜裡面 大家都是幾積極地在UAE裡面去開公司 因為他們有個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沒有國際貿易 都不是很普遍用中東的公司 因為一看到中東的公司 都有一些文號在腦裡面 那但是 其實開我聽說就是開Bank 帳帳那些是相當困難 因為各個都不想給Ralk 那如何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一些 就是防止你洗黑錢 Anti Money Launching 的一些措施 所以都是嫌的 所以我會再找多些資料 究竟是不是在阿聯酋 或者在其他中東地方裡面 去開設公司會比較好一些 會比較方便地做你的 business 的話 我都會再看看 但土耳其的公司我就算是相當少 本身這個季節就是一個挺好的時間 去土耳其旅行 但是沒有辦法 公共的原因就沒有辦法來到土耳其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大家 入到土耳其的使用心 就可以帶大家去看 在土耳其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應該下半節我就會回到一個室落的地方 講一些其他的議題 謝謝 好 大家好 來到宏觀科技 hashtag 的時間 我應該頭半節錄了大約10分鐘左右 就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或者在坦丁普的機場裡面去錄的 就是我中間有個很短的 gap的時間 就是下了機之後 然後就從新加坡去伊斯坦布 然後就飛去伊斯坦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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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有半個小時時間左右 因為又要安檢 又要要延遲了 其實我沒有時間吃早餐等等等等 然後就錄了10分鐘左右給大家 因為第一次去伊斯坦布爾 因為第一次去伊斯坦布的機場 還有都有一些土耳其的 background 可以帶給大家聽 今天其實你看到後面海邊 這間不是說什麼很豪華的酒店 但是在海邊附近 就是以色列的巴拉維夫 那這個位置其實都挺方便 是挺使用心 那因為隔兩三條街的話 就已經是美國的領事館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當然有些不是特朗普 那但是以色列裡面來講的話 都挺喜歡特朗普的 那因為真真正正確認了 就是搬這個美國領事館的格局 就去了耶路撒冷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信用力的意思 因為在特朗普做之前 大家都以為是 就是一定很危險 一定是 就是一發生這件事的話 就會很大的問題出現 因為其實在以色列附近鄰國 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很友善的朋友 再加上他的袈裟地方 其實偶爾有時候都會 就是會過來 就是會射一些飛彈過來 那所以就 都要小心 那但是這裡的防空措施等等性 就比較安全一些 那所以就沒什麼問題 那之後我都會再拍一拍 就是可能意識你的背景的東西 有可能會以貫通的方式去播出來 那萬一我有什麼時間 又要出旅程或者飛了的時候 那就可以補償 那但是今天就可以再講講一些 就是閒話 那因為 就是在香港這幾天最大件事 就是這個天使得得B那個 就是跌了在地下之後 然後就 然後那個小朋友 就是應該是不是十歲左右 五歲左右 然後就整跌了天使得得B 那那間Sample就要補償 那其實 我有些背景資訊可以分享 那但是那個 我小時候都試過 就是跌過一些東西 那其實我想很多小朋友 就是男孩子 那紮紮跳 那更加會 機會大一些 那所以就 都試過的 那 甚至好像 我媽就說 我是 在一間中菜館裡面 是曾經 扯過桌布 那導致到城 全部的飯送 都跌了到地 那不知道要不要陪 那但是 那這件事 就是都 看到都幾 在網上裡面的討論都幾大 那我首先share個screen 那大家都見到了 那就是 就是 天使得得B 應該都很舊的一個 我想現在的小朋友 比如KO會更加熟悉一些 就是 這家小朋友 就 幾年前就喜歡Elsa 比如說 女兒的話 就 經常夢想自己Elsa 那 然後 如果現在 比較輕一點 我看到一些 朋友的小朋友的話 就是 pick up pick 就會比較 Hit 以我所知 這個品牌本身 應該是在韓國裡面 但是它做的國際化 都做得很好 那所以譬如Netflix 或者一些不同的串流平台上面 一些 都有一些 pepper pick 的一些 就是content 其實 這些小朋友幾 addict to 這些這些 content 那天使得得B 就是在我那個年代 就 我應該大過了 那就無端的流行 天使得得B 應該 印象中有四個顏色的 那時候 BBC就主要是播 這個天使得得B 我自己覺得就很噁心的 就是 我不知所謂 但是我沒有怎麼看的 content 那我曾經那時候有說過 就是 天使得得B 有一隻 就是紫色的 那就是 還有那個頭呢 那個天線呢 就是 是到三角的 那就懷疑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同性戀的分子 因為 同性戀的分子就比較喜歡 紫色多一點 還有那個 到三角那個 就是一個圖頭 但是這個真的完全不知道 那 那事源呢 就在旺角老後方 那就是有個小朋友呢 就 整裂了1.8米高的天使得得B 那 那就 家長呢 就要賠三萬 哇 我心想 這件這樣的東西 要三雞夜 我不知道他家裡有多有錢 就是 但是三雞夜 就算 怎樣都肉赤 就坦白說 因為 就是這件這樣的東西 那 還有你看到 中間好像是真空的 就是 這間 就是比較流行這些figures 那當然不會是很多實心的 就是當然視乎你是什麼材料 那很多時候都是有些figures 現在是挺流行的 還有這間這樣換它店 我沒去過 但是我估計 就是 可能我見他左邊好像有些yes card 那都是真的給小朋友 那有些現在比較流行些 就是一些 就是Kidels的一些產品 就是 譬如 譬如 譬如一些電影的figures 給你買到 或者一些 就是 藝術品的figures 都是給你買得到 譬如Cors 等等 都是 很出名的 那 我不太懂得欣賞 我不太喜歡 有些是大型的 LEGO等等 LEGO都分很多gray 有些是小朋友真的玩 有些是成人去玩 那這個 我這樣看下去 我就覺得很流行 就是 是不是值三皮 我真的 no clue 那暫時 就是 我見到 就是有些 律師朋友出來說 就是 如果本身 就是 本身 這個 小朋友 如果是 十歲或 樓下的話 尤其是proof了 如果他基本上 他不會看那些 warning 的一些治癒的話 其實那個家長 未必要上身 因為他沒有一個 就是文字責任 他要賠回這件事 所以 有些律師就說 其實那間公司應該是 將父母給的賠償 應該退回給他們 但是最諷刺就是 就是 香港都有時候很缺乏一些 炒作的題材 那 我又不覺得他管理 陳葛登炒 就是沒有 沒有這樣的證據 但是原來這間 KQ Plus 也有一間上市公司 它沒有公司 就叫做 海志樂 那我完全是 不知道 不懂得 那 成交壓 昨天升了83% 成交壓 241萬人 又不是很多 那我相信都是 就是 比較 可能乾貨一些 那 就是海樂 海志樂 就為這個 中港代理商 那我又覺得奇怪 因為 就是這間Lego 我不知道它在香港的合作模式是怎樣 那譬如 倫敦在 大家熟悉的 Lester Square裡面 都有一間大的店 我想 相信都有機會是 本身Lego自己自營的店 因為現在很多題材都是 就是很多些 相片都是自己 自營為主 就比較少是再找 Distributor 因為 找Distributor的話 就是有個好處就是 你的Risk 或者你賣了些貨給它之後 你就可以真的賣了 那但是 就是Distributor 就蠶食了你的 profit margin 如果你都知道你的 產品是很棒的話 那就未必需要找Distributor 可以在一個地方去 就是自己自營 那就會賺到多些 那就 所以推跌了 那就 家長就 記得要在情郎裡面去說 那 就 整件事都是在情郎裡面去說 那 跟著 就 就 股價呢 其實 升了那麼多之後 市值呢 都得逆六 那本身一隻 雖然是主要 但是 市值都比較低 因為 這些說真 坦白說 很難就 就算你請K.O.幫你做 Investor Relations 的話呢 都挺難 因為 其實 很難見到這些 business 是非常之 profitable 或者scalable 那所以 equity story 是真的 比較弱點 比較難銷售 那 就 跟著 我就見回了 那間公司 就主要是做玩具 和嬰兒產品的東西 那 應該大陸裡面 都是有一些 就是業績的 那所以就 就是報價 就是報價 那個盈利 那 就 都是 如果現在的業績 很多時候都會 COVID的原因 導致到業績 弱了 還有 在 FIRSTQ的業績 在美股裡面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 supply chain 這個字呢 都是近這十幾年的新高 那這個都是 很期待的 那 我都見到 他做了一些 應該找了一些 PR公司 去幫他做一些推廣 那 大陸城 差不多一年前 那 就是7月13日裡面 就在AH.leaf 這裡有編文 就說 就是 海資諾的旗下 KK Plus 就銷售以香港品牌為主 積極地商討 消費權優惠 那 我想他都想打回本土 因為 過去那一兩年 就是疫情的話 比較少自由行 自由行 那一刻 那所以就是 這個都是比較 make sense的做法 那我看回圖表 其實就是 一直都是 比較 橫行 一點點 那現在就是 我想疫情 所以再插進去 那所以就 現在就升回一個 就是之前的一個宗教位 你說是不是一個很誇張 就是 十級二星 那個星幅看上去很厲害 因為你之前都跌了下去 那所以就 看上去會比較誇張一點 那就是 我小時候都試過這樣跌過 剛才都說過 那就是 現在我想對於小朋友 或者那個 那個經驗 就是都會比較多些 那關注度比較多些 我記得很久之前就是 就算你在chill up市場 或者在那些白貨店裡面 真的不小心打爛東西的話 他的陳列品 他都未必會計算回來 有時候他有一個 可能一些 受課員 或者一些經理 都是有些discretion的power 那但是現在呢 就比較少了 是真的 是不是都claim回家長先 還有 在那個中國人的社會裡面 香港人的社會裡面 都是覺得 如果小朋友做錯的事情 都是要陪伴 似乎是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就是 在法律方面 就未必就是這樣 可能是有個卻免在那裡 那希望都 就是 不知道他有沒有買保險 如果有得 看回保險 那就最好了 就是可以消化入商店 那 很多時候都會有 那希望他有做 那 就 來到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是希望大家 喜歡我們的頻道 那 我見到最近的view數 都是多了一些 那 還有你們的留言 我真的 每個都有看 起碼都有like一like 那如果有機會 就是譬如有些問題的話 我們都可以星期四 或者星期二的節目 都會回應回大家 那麼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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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